所谓的杨树好害,到没有上杨树之前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番经历,有在北宋政府当公议员的,有民间市交代户,有市面与应律的,有江湖上打交携设的,各种行业的人都有,他们之所以上杨树,是各自大阔,被冰一脉,杨树首任战主师王林,水虎传援助行人此人心胸狭窄,容不得人,也正因如此。 王林在杨树上没招谁没惹谁,报领首相兄弟们过过小日子,谁却想朝战一般人结末生成高,被官府通缉,想找个落脚的地方,跟王林谈病了,直接把王林干死了,这让谁放到现在那叫黑痴痴,谁的权特用谁是老大,朝战更狠,所以他赢了,水虎传援助中把朝战说的行侠仗义,武功抄群,谁与顾人, 东西村保证,本乡财主,好仗义书才,这么一个有钱女士的人,放着好好日子不过,现在干抢决的行侠,这不是强大是什么? 后来攻打跟头是中毒箭身亡,容伤老大的位子,就被杜林招到了奋江的手上,奋江,绰号即时宇,三胡人称功名哥哥,奋江本在官府当差,对官府的是尽心尽力, 对方上的兄弟也是关怀背致,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黑白软道通知,朝战立行员,智取生成功后,官长和涛得到了消息,前来运程县找到了奋江与奋江一起装补队放朝战,奋江假御邦领,去偷偷撕传信息,使朝队等人脱险,身为政府工作人员梦蒂里给匪寇通风放信, 消火力气比国家法律还重要,重要的人怎么说是一个合格的政府人员呢? 分明是斐克派到政府的月底吗? 做了梁山老大之后,奋江扩充人员,很多人日子过得好好的,就是被奋江逼上梁山的, 比如梁山二打手刘俊逸,上梁山之前有着干好的生活, 依时无忧的,被梁山集团探设以后,热梦惊二零三进来了, 现实一任奋成侧命先生,回遍刘俊逸, 然后,在临出刘俊逸交门的时候,在人家家里的墙上,写下御守堂头诗, 说是刘俊逸反,接着,当刘俊逸出埋地或路过梁山时, 就派人与刘俊逸买车连载,把人家居立后没了, 再把别人选上梁山,为了让梁俊逸死心, 梁山集团又使得梁俊逸的手下, 刚发梁俊逸,最后梁山集团做好人, 发别人就,梁俊逸不投靠梁山也不可能了, 那次这种坑门拐片,使用能拉人头的事情还有很多, 梁山为了拉人入伙,也是无所不用其极了, 除此之外,梁俊中还有很多好人天文的梁山好汉大型, 比如王庸冒充霹雳火勤银,大肆杀杀道性, 原住这样写的,梁俊逸有数百人家, 却都被火山做白的一切, 马力场上,横轻受疤, 杀死的男子,富人,不计计其数, 三打住家庄,梁俊逸乎互分两满门, 原住这样写,梁俊逸乍得少顺, 只抢入互家庄里, 把户太高一门老近受杀了, 一流半个,向小乐流圈了尾的马匹, 把庄里一温尾的财富, 稍微有四五十驼, 将庄若能力打火烧了, 回来县那,为了逼朱童上阳山, 立奎砍死了只有四四的无辜小阳妹, 原住,朱童重铸月份明朗, 竟抢入林子里行时, 直径小阳妹打到地上, 朱童便把手气扶持, 直径头剔成两半个, 就此在那里, 那次的描写还有很多, 水虎传原住中都有, 至今为止, 两个版本的电视剧水虎传, 对这些情节都做了淡化, 或者省略处理, 这些扬身好汉杀人的情节, 是万万不能拍出来的, 试问这些惨于人道一人发指的半形, 是好汉干出来的事呢, 做出这些事情令人配称得上好汉养个字呢, 对此, 看过原住的很多网友纷纷表示, 全国导演不敢按原住拍, 不然人们看过之后, 肯定会同情聪朝, 那有金城帮到外有斐克购乱, 正义在哪里, 对于阳山好汉, 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展秤, 毕竟人学作品研究, 公道自造人类心啊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